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在最后抱你一次 以后我都不能这样抱你了 谁说的啊 我就要这样抱着你 抱一辈子 你知道的 没有可能了 我会慢慢学着把你放下 我呢 这个人就喜欢挑战不可能 你自己看 我呢 好 你怎么办 这种时候你为啥还要骗我啊 我哪儿骗你了 那你为什么从左边出来 那你又没有说是谁的右边 对我来说那是左边啊 别哭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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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急哦 别哭了 我也好急 别哭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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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不哭了啊 吓死我了 别打内伤了 别打内伤了 谢谢 我承招了 我看看你 我给你一万里了 你帮我我帮你 我帮你了 我帮你 我帮你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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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哇 我们的早就准备好了 如果结果是姐弟 那就送你们黄白色的菊花 来祭奠你们短暂而可怜的爱情 如果不是 那就大宴三千 终于打起框 尽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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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艾姐 牌子安定好了吧 今天没法走走啊 安顿好了 你放心吧 对 艾姐 这个呢 是给淼淼的 我钱她一顿饭 放在这面里 这么不懂事 张希达都有礼物了 我们怎么可能没有呢 喂 姐 这是我的 艾姐 那个 我 我没有准备 下次一定不是 就知道你没买 我给你准备了 谢谢大家 其实 这么久以来 我一直跟大家撒谎来着 我离婚那会儿 法院根本没把孩子判给我 那时候 我要工作没工作 要存款也没存款 根本没有抚养孩子 所以 苗苗苗根本没在我身边 但日子打我来了咱们所 你们都对我真的太好了 这按理说我是个当姐姐的 我凭时间多照顾你们才对 哪怕是请你们吃顿饭呢 可我太抠了 真的 哪抠了 艾姐 你这不请过吃饭吗 就上次把我家这只喝醉了 唱喵喵那次 对 对 你请过 请过 对 对 但我还是要谢谢你们吧 谢谢你们每一个人 对我的包容 都过去了 魏姐虽然抠 但是这两年来 艾姐抠出一套房的首付来 还攒了不少存款呢 所以 前两天我已经正式向法院提出了 我要夺回孩子的抚养权 对 真好 其实 我们已经知道淼淼没在你身边了 等办法一下啊 好 你走吧 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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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你们